就像我在教育中所說的 有能力的不為自己安排的一條後路就是傻瓜 而最基礎即使你準備去美國或去日本或去台灣 你為何不拿到馬來西亞第二家元的計劃呢 我都很疑惑為甚麼 因為門檻實在太低了 如果一個五十歲以下的人 用三十萬港幣可以自己移居過去 帶老婆、二十一歲以下的子女、父母、六十歲以上 能不能太貴?而且那三十萬不是給他 是開戶口跟著你的名字 如果五十歲以上的人是放二十萬港幣 我真的這樣說 我覺得是不需要共識的 去都不用去就可以申請 如果你有這筆錢的話 今天我看新聞 大馬十月MM2H的申請人是破了紀錄 破了紀錄 香港人申請 你們還在猶而不決 這就是你們行動力的問題 你不喜歡大馬 不要緊的 沒有人一定要去大馬 你可以有很多地方選擇 不過我自己介紹大馬 你去過就知道 原來都沒有去過 另外二月的旅行團 林康正你去不去? 應該不去 如果不去的話 我還有四個位置 二月的團 今天四個位置 現在就入錢報名 WhatsApp我 搞定